我那时候记的时候 第一个回我是女舞点 那是我第一场就在女舞点 觉得蛮幸运的 女舞点是很多人的那个 incubator 服御器啊 真的因为他们就是真的是 完全的开放接受 新的创作者 而且那个 那场有一个很特殊的空气感 就是在那边的每一个人 面对表演者 只会听进去 不会听过去 对对对 我觉得我蛮幸运那时候去 然后投了很多 就是其他地方展演空间之后 开始比如说有外线式的 有外线式的就会开启了 我才刚刚说的那个 背包客站演出 所以这个过程里头 你没有被因为可能拒绝或什么的 然后有萌生退役或转念吗 那是 到目前我只都没有 那还不错耶 我算是蛮 但都 确实都蛮辛苦的 而且这几年疫情又比较严重的时候 感觉你 survive下来了 我觉得也是蛮无疑之间 比如说像刚刚那个 我说那个妹妹唱印尼歌 那时候我是用手机录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手机很烂 iPhone 5 iPhone 5这样录 古董耶 我都好久没看到他了 对 就是那种很土炮的方式这样录 然后后来我觉得 这个感觉蛮有趣 因为我那时候又放在音乐里面 是 就是那种比如说环境音 搭就是歌 搭音乐的部分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蛮有趣 后来去很多地方 到后来就是我真的有买一台设备 在采集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有趣的声音 然后结果疫情 前一年开始 真的有单位 有听到 然后就委托我做声音采集的工作 挺好的 所以到今年都还是有在做 帮人家做这样 声音采集之后 我帮他们做处理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配乐 然后可以给他们使用 然后这变成开启了一个收入 这算是渐入佳境吗 如果这样照你说下来 渐入斜杠 渐入斜杠 但对我来说都是 同一件事情啊 都是在创作跟做音乐 所以我对我来说 其实是差不多的事情 然后有的时候反而开始 有一些人 变成说委托 委托我帮他们创作 就是我有这些素材 或者是故事 或者是灵感可以写歌 然后还有人 付我一些微博的费用 这样我也觉得也蛮好的 搞不好以后就不微博了 对啊 就搞不好以后就不微博了 对啊 但至少怎么说都是快乐的 在做这些事情 对 对 蛮快乐的 但是所有的故事 不管是快乐的悲伤的 感动的 或很funny 很好笑的 你都是决定用什么样的形式 去讲这些故事 你会把悲伤的歌写成 有律动感的吗 你会把快乐的歌写成 是比较感人的吗 就是你会用什么方式 去处理这些故事 我觉得最 我觉得老师问到一个 超关键问题 因为刚开始写的时候 我就很很 没有想那么多嘛 就是这样写 然后真的是这两年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开始想说 那为什么悲伤的歌 就一定要写的 悲伤的方式呢 对 然后所以 应该是去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写一首歌是 但没有在专辑里面 那时候我在北投捷运站唱歌 然后有个阿姨 来问我说 你快不快乐 为什么她又这样子 就那个事情 我觉得超像 她就没来 没来由都跑到你面前 问你快不快乐 她有些 就是我那时候在试音 然后那个阿姨 就看到我在试音的时候 她就在 跑上来就 讲了一些话 因为我在试音 我还听不太清楚 然后她比较听 比较清楚的时候 她在问我说 我有没有在交集她 然后我就说 哦有啊 因为市集旁边有那个板子 然后就是有我的介绍 那时候可以找我的可能 脸书或是IG等等 然后后来我一试到阿姨 她大概目测大概六五七到七十岁之间 然后她可能没有在用社群媒体 所以她就从包包拿出一张纸跟笔 记下来 对然后我就想说阿姨没有在用社群媒体 所以我就写了我的那个电话嘛 可以加LINE等等 然后因为中间过程 她还有跟我分享说 啊她年轻的时候 可能有那个 很想学乐器啊 可是没有这个机会啊 然后因为可能好几分钟 然后我还看到市集的人 以为我被打扰被干扰 然后他们还想说要来救我 救你 然后我就说 我跟他们私集说好像没关系 但是确实是 可能过了几分钟 我想说我要再把大家的目光 cue回来 然后因为我有时候演出的时候 会那个吹口琴 对对对 然后我就夹了口琴架 然后我觉得阿姨应该是看到我 夹口琴架 她觉得很醋鼻 她就好像就是没看过嘛 然后她就有点那种四笑非笑 就说 嗯这样快不快乐 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我真的很好奇 对然后我就说 哦快乐啊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就说哦快乐啊 就是我都唱自己的歌 我在街头也是唱自己的歌 这样 啊有些人会停下来 有些人不见得会停下来 啊但是 有些人听到 然后觉得喜欢 我就觉得蛮快乐的 啊有时候 这些东西带我 你让我勾起一个回忆 我也曾经这样不经意的 问了一个法国女孩子 那时候我记得是在法国的 一个duty free shop里头 然后因为结账的女生太漂亮了 就是那种model杂志里的女生 而且很年轻 我就很纳闷 他为什么要在这边 站在柜台帮大家结账 他应该有其他的选项吧 然后结账的时候 我跟他聊一聊说 哎你现在还在念书吧 打工吗 他说哦没有 毕业了哦 哦那你是学什么的 然后他学design设计 然后说哦那你现在在这边 你快乐吗 就是你刚刚讲 你知道他突然出现了三秒钟表情 大概春夏秋冬都少过一次的那种复杂感 然后就 那他应该蛮有故事 对你一瞬间就突然发现他有故事 对对对对 因为我只是很简单 就是说哦我问的不是快不快 我说do you enjoy it 然后他就出现春夏秋冬三秒钟跑完的那种画面 你说我讲 问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对耶就想说 他可能有很多理想 但是他必须先委身自己 在这里做这样的工作这样子 所以就如你刚刚说 你阿姨突然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哎 something happened 对对 然后我那时候当下 因为说哎就是我 音乐也带我去很多地方 我蛮快 我那时候跟他说我蛮快乐的 然后阿姨就问 回答我一句超关键的话 什么 他就说 我很希望你快乐耶 因为我不快乐 然后那时候 oh my god 我突然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我没办法接触那句话 就是太 好重哦 超重 真的 而且当下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应 我完全没办法回应 那我当下没办法回应 然后我就跟他说 啊我先唱完这首歌这样 然后我就唱完这首歌的时候 我看到阿姨默默从我前面走过 然后别一个打电话的姿势这样 但我从来没有接过他的电话 哦 然后这个故事 他可能在人生某一个关卡里 对 然后我一直在思考说 就是怎么会有一个陌生人突然 啊我知道了 以后我去那个黄浪微笑或什么 看到有街头艺人我就跑过去问他 哎你快乐吗 每一个我都问 搞不好就有人写出一个超好听的歌这样 但总之就是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蛮重的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 呃我也在思考说 阿姨他到底是什么出发点 然后就是讲了这件事情 然后而且他确实说出他不快乐这件事情 但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把他写的是像刚说的 哈哈哈 对对对 那不是很富汗脑力的事情 对啊 但我觉得有时候只有是创作好玩的地方 也是 对 也是 嗯 因为也许你做出来 呃搞不好就是你最早发现这个做法的人啊 嗯 没错 对对对 因为有一个单字叫deflict 是偏折的意思 不是折射 不是reflex 是deflict 那有点就是这个东西打在这个点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会往哪个方下去 对 那通常我们在教创意的时候 会鼓励学生说 不要理所当然的认为 谈就是反射这个角度 立体的360度 有这么多面向可以骗折 有没有可能你打一个东西 是味觉 却勾起了他某一种 嗅觉或触觉 或视觉或听觉的回忆呢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去做创意的工作 会耶 我觉得一定会 对 所以你现在还是 一直在收集故事吗 我现在应该说 反而是没有很刻意的 来收集故事 反而是我可能希望自己 让故事来找你 或者说我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我其实就是不多想 就是好好的在那边生活几天 然后有故事或是没故事 比较积极的佛系 对比较积极的佛系 对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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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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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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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